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这个Lite8在支付了每个月798的功能之后呢 它只能够群发给所有的好友 但是不能够用属性去筛选 那如果你要用属性去筛选的话呢 就必须每个月支出1888 每个月1888 它可以获得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针对加入好友的所经过的时间 比如说未满7天,7天到29天 30到89天,90到79,179 180到364,365天以上等等 然后可以针对性别,男性或女性 可以针对年龄 年龄有分成上面这些 14岁以下,15到19,20到24 25到29,30到34,35到39 50以上 还有是作业系统可以针对安卓,iOS,Windows Phone手机 还有黑莓机,Nokia手机,Firefox的浏览器 功能型手机,什么叫功能型手机我不知道 好,这是正式作业系统 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叫限式 限式就是它可以分为不同的限式 那它的作用就是可以把这多种组合同时出现 好,比如说好,我要针对40到44岁的族群 然后再未满一个月之内加入的朋友 然后针对女性去发送 还有针对它安卓或iOS手机去发送 还有针对台北市、新北市等等 好,那它帮你总结出来就是 哦,未满50个人,不好意思 那这个呢,就不适合 这时候呢,你可能 好吧,365天以上 约200个人 所以呢,你多种组合出来之后 它就可以秀出大概有多少人会收到 注意哦,约多少人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也不可能100%确定 这个资料的完整 100%的正确性 好,那我要怎么去证明 不是100%呢 因为我刚刚已经发了好几个 我相信你们都收到了 就是呢,已经有很多人回讯息跟我说 错了,他不是男生 或是说错了,他不是女生 或者是说,呃,他 他,他,他,他的年纪 好像不是落于那个区间 或者是他可能不是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大数据的分析底下 不可能100%正确 好,比较能够确认 更正确的是这个 就是未满 加入好友后所经过的期间 好,你看 现在又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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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就是我刚寄出去的那些测试 然后各位好友的回讯给我 让我大概知道一下结果是怎么样 所以 就是加入好友所经过的时间 这个可以用系统 100%用系统可以去判断出来 所以这个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层次可以去侦测他什么时候加入的嘛 那其他性别年龄 作为系统 作为系统应该也可以去侦测出来 然后这个 县市啊,还有性别啊 还有这个年龄啊 这个肯定不可能100%正确 好,肯定不可能 所以呢 呃 统计出来的结果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所以可以100%正确的呢 我觉得就是作为系统啦 还有这个加入的时间啊 好,那我们有了这个属性筛选 最主要的目的可以做什么 呃,我个人觉得 可以大概的知道 你的,譬如说以年龄来讲 可以大概的知道 我的族群大概在几岁 我先把其他的东西删掉 比较单纯一点 好,譬如说 你看又有人回讯给我了 台北不是我的家 哈哈哈 我刚发了一个讯息就是 如果你不住在台北或新北的话 请你回复讯息给我 写台北不是我的家 就就有人发过来 真的 所以代表他这个是误判 好 好,蛮好笑的 好,这个年龄 你看哦 我说这个属性筛选出来 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地方的统计是说 譬如说 我看 我勾选40到44岁 大概1000个人 那如果我勾选35到39岁 大概3000个人 我把这个40到44勾选拿掉 你看35到39大概约2000个人 好,我再把它勾起来 然后把这个拿掉 诶,只有1000个 然后我把30到34勾起来 然后把这个拿掉 好,大概1000个 然后25到29呢 30到34拿掉 大概1000个 20到24呢 好,大概600个 所以呢 这代表什么 底下更不用讲了 一定更少 这代表什么 代表35到39的2000人 是我的客户族群最多的年龄层 好 所以啦 这是我的客户啦 像其他网络行为老师 他们的年龄层有可能比较低一点 这个是看文案 还有看你要卖的产品是什么 像我是针对那个 比较入门的 然后年纪稍微长一点的 所以我的客户群 真的 没有错 大概落在35到39 还有甚至是40到44 甚至到45到49 所以35到49 所以这个区间就大概4000名用户 会收到我的讯息 这个我觉得 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呢 约略啦 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个勾旋来 判断一下 你自己的 从大数据来判断一下 你自己的客户 可能落在哪个 年龄层 那或者呢 就是你自己的客户 其他的我先 不要勾 你自己的客户 大概落在什么地点 比如说台北跟新北 大概3000个人 新北拿掉 台北大概2000个人 那台北拿掉 我只勾新北呢 哎 啊也是2000个人 他照理说 那台北跟新北 勾起来应该4000个 可是他说大概约3000个 所以这大数据是 约啦 约啦 大概 大概好不好 就大概 好了 这个就是每个月 你会花1888的话 可以获得的功能 所以呢 如果你的 产品 譬如说 真的不适合发给男生 好 那你用这个功能 可能纯粹发给女生 或者是纯粹 真的某个县市去发送 那当然你这个数据量要够啦 像我这个才几千个 这个量实在太少了 如果你是卖那个几百块的那个 日常生活用品的话 你这个量做不出很大的生意啦 所以还是要努力的去收集名单 那当然啦 你在收集名单的当下 你的文案 就应该要做过筛选 譬如说你去脸书买广告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真的某个年纪的人去买广告 那你进来这边 再加入你的Lite名单的这些人 才会从源头就比较精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大概给大家参考啰 我是牛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 记得加入网路行邀懒人包 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终身学员 牛奶爸目前呢 就这么一个终身学员的产品 如果有需求的同学 朋友 尤其是落在35到19岁的这些朋友们 好 二度创业 找牛奶爸 因为我们的年龄层相近 我最知道你在想什么 OK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